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新界东选区鄰近大维港铁站的一个票站 早上来投票的选民不多 有来投票的选民说新界东候选人更多 但不担心难以抉择 都不是的 其实只有一两个有自己的声水 为市民服务 尽量做好些 新界东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 共有六名候选人竞逐一个议席 候选人范国威指担心投票率低会影响选情 如果支持民主派的选民今天不出来投票 建制派保皇党的铁票的钢票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而会令到民主派的候选人有机会落选 而落选我们不能够守着议会的战线 另一位候选人邓家彪早在几日前 就已经宣布选情告急 他又承认建制派在新界东的得票 一向不及泛民 所以才这么早告急 我们希望的突破点就是在于 球边的市民出来投票 即是说不只是我们固有的支持者 而球边的市民出来投票 而在香港岛 今早早在不少政界人士 都度位于香港公园体育馆的票站投票 前特首董建华投票后 对记者说市民应该选出有建设性的候选人 在吵吵吵吵的時代 英國傑職 港獨法 自權 會為香港帶來很多 民族人 我們英國選的人 是 他們是 有見識的 做事 是實幹的 是真心為香港 復活的人 而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回應港島區候選人歐樂軒 今早早在香港仔拉票時 被市民包圍及紙馬一事 我強烈譴責 說粗口的行為 以及任何選舉粗暴的行為 我呼籲所有團隊 他們的義工支持者 都要冷靜 不要做出粗暴 說粗口的行為 投票至今晚10時半結束 截至下午3時半 有45萬選民投票 累積投票率為2成1 九龍西投票率為2成3 暫時是三區內 投票率最高的一區 新界東投票率約有2成 港島投票率為22% 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圓藝界功能界別 有大約2,000多人投票 投票率約3成6 今次補選是因為早前有立法會議員 因宣誓風波被法院裁定撤銷議員資格 《珠視網》記者黃寶華報導 男生出生 大約2,000多人 《珠視網》記者 都市民 都市民